各位弟兄好,我是志成 欢迎大家一起来操作练习手册 我们今天已经前进到第28课了 它叫做首要之物 我要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万事万物 那这一课呢很明显的是接触前面的27课 那跟更前面的22课 遥遥的呼应 21课,更前面的21课遥遥呼应 那 我们就从这个第一段进来看 第一段它说呢 它特别跟你讲说 你不必去操心你将来是否能够信守承诺 只要你现在至少 心甘情愿的做此承诺呢 就已经迈进了很重要一步 因为这一课的标题给你感觉起来像是一个承诺嘛 而且它首要之物嘛 这个语气讲得非常重 所以 要你下某种决心 有一种煞血为猛 山门海誓那种感觉 所以 这个 它说叫你无需操心 那这个其实有它的生意 因为 实际上时间跟空间也是幻想一部分 那如果你就为未来能不能信守承诺 来操心的时候 你已经掉入时间的观念 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掉入幻想 所以它在这个节骨眼 也让你再做一次宽恕呢 把幻想再超越过去 那的确你不需要操心 你只要当下能够下足愿心 就 就已经操练到 也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那第二段中间 下面第二段中间它说 你看到的是一堆互不相属的东西 那个时候你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互不相属就是互不相关联的意思 那如果说跟奇迹课程的这个观念 组合起来看就是说 分裂啦 它其实就在讲分裂 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是 就是人与人物与物之间都是分裂的 然后很多时候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相关性 那他说这个时候你 因为是用小脸光在看这个世界 所以其实你什么也没看见 那你不是能够看见就是看不见 你若能以不同的眼光看一样东西 你就能以不同的眼光看所有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所谓不同眼光 当然就只是圣灵的眼光 那你内在已经转换成圣灵的眼光的时候 就像你戴了另外一副眼镜 不同颜色的眼镜的时候 你看这个世界不管看到什么 其实都是以圣灵的眼光投射其上 好 所以你仅只是转换圣灵眼光去看一件事 或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你看所有事跟所有人 都是同样是因为换了一副眼镜嘛 所以同样是换了全新的眼光在看的 好所以他说呢意思 但是眼下之一大概也就是说 你不要去小看说 你换一个不同眼光去看一件事 或向他举这个例子 好看一张桌子 你想说桌子有什么重要的 但其实所有的宽数课题都一样重要 好 那宽数 你也可以看到说他举这个例子 好 包括前面几课呢 就是 其实你宽数的事物并不是只有 只有只有人而已啊 还包括一些没有生命的 好我们认为没有生命的东西 也算是你的弟兄 好 那他举桌子做例子 在第三段说 这让你会撤回你对桌子先入为主的观念 好因为你决心用不同的眼光去看 好 你不再根据过去的印象来界定他 好你开始会探问他是什么 而不是告诉他他是什么 好 好这告诉就投射了好 好那 也是我们对万事用的一种界定 好但是现在 我们 尽可能的把这些界定给放掉 好 尽可能去 去 放下那些限制性的信念 好 那其实 说实在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是被这些限制性的信念给牢牢绑住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世界看起来 没有什么新鲜感 没有什么特殊性 好然后 好像日子就这样过去 好 那 只有少数人在少数时候 能够真的去打破这些限制性的信念 好 那有时候这个打破会 可以有翻天覆地的转变 好 那刚好前几个礼拜是这个iPhone问世十周年 好那贾博士已经过世五年了 对 那其实电话只能用来打电话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 好 他前面不是也问了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好 好 那 结果到现在 呃 就是这个 发明iPhone的人已经过世五年了 可是我们感觉这个电话好像 就智慧型手机基本上并不是用来打电话用 而且打电话的这个次数跟时数真的是越来越少少的可怜 我讲的是用门号打电话 不是用网路打电话 好 好 所以你说这个智慧型手机是什么呢 那他跟以前的手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品类的东西呢 这个问题我们都已经很难回答了 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限制性的信念 好 那像这个桌子 对啊 你能够说这个桌子的作用或者目的就一定是什么吗 好 那桌子能不能唱歌呢 他能不能有些香味 或者他能不能帮你按摩之类的 好 你在读书的时候还可以帮你按摩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这个是举于比 就是说比较世俗上的 就是商业上的例子 呃 或许清楚一些啦 那就是比较简单一点 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对 那其实很多的事情 那不是只有这些商业东西 而是其实很多很多事情 他都有像史蒂芬科威所讲的第三选择 或者说他都另有出路 而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就是 非得怎么怎么办 然后就一定会两败俱伤 或者一定会有人受伤 之类的 好 不见得是如此 好 那当然他讲的 并不是说 呃 帮这个桌子更增添一些什么样的 商业上的功能 而是说 呃 彻底的去放下你对这个 这个桌子的所有一切可能认识 然后 呃 越过他的表象去看他的真相 看他的本质 不过这个看就已经不是肉眼的看了 而是心灵之眼的那种体会 好 好 那他说呢 那你通常不会反问自己已经界定明确的东西 这是第一四段 好 比如说以桌子为例吧 嗯 一样好就是我前面举光的例子 你可能觉得你对桌子没有什么偏见 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你觉得他没什么就是一张桌子 好 好 那我要怎么知道你对桌子有什么样的限制性信念 好 那很简单 我就进到你家去拿一把铁锤 把你家桌子打个吸烂之后 我就可以马上发现你的这个限制性的信念 好 不管是你觉得 有任何的抗拒啊 愤怒啊 这些好 舍不得啊 觉得 呃这个很浪费啊 等等 觉得我疯了啊 之类的 这其实全部都是你的限制性的信念 好 都是小五的信念 投射在一张桌子上 好 所以 不要小看一张桌子 他其实承载你整个小五的信念 那 然后他最后一句讲说 你对桌子所做的承诺 同样适用于其他的东西毫无差别 好 因为你宽数的对象其实 呃 形式有别 但内涵没有什么不同 好 那第五段呢 他说实际上 只要你肯撤回你对桌子的 所有的这些观 观点 限制性的信念 以完全开放的心去面对他的时候 仅仅只是一张桌子 你就能获得慧见 好 那他会显示给你一些东西 一种美妙 洁净且具有无限价值 已经充满幸福跟希望的东西 好 这真的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一张桌子 不就是一张桌子吗 好 那 呃 怎么会变成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大概这其实才是 桌子也是我们 内在的那个本质 好 他讲的是那个灵性的本质 好 呃 具有特殊性也没有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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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 无罪性 好 那这个是在我们完全的去宽恕 一张桌子或者 其实是任何的人事物之后 呃 我们所能去体会到那边看见 好 那桌子真正的目的是 全部藏在你对他陷入为主的 这些观念的底下 好 那是他与整个宇宙共享的 同一目的 好 也就讲说我们的实相 其实是被小五覆盖了 好 他其实就藏在下面 好 呃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你这个 这些限制性的信念 小五的信念 把它拌开 把它化解掉 好 就行了 好 那下面的练习 其实跟第21课也还蛮像的 好 那 嗯 六次两分钟练习 然后 取这个具体的事物 好 然后这个 不要随意排除某些东西 大概就是如此 那 照用照具 首要之物 我要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 人事物都可以 好 那练习的时候缓慢 然后用心 好 就是我刚刚所 呃在前面的那一刻所讲的 好 就是 形式并不是很重要 而是说 你要让这个东西有一种渗透到你心里的感觉 好 那你练得越慢越用心的时候 那种感觉 应该会越明显 也就是说你练的这个东西 你并不是把那句话念过去而已 嘴巴念过去 而是说 它好像是透过 某种一些细细的孔洞 慢慢的渗透到你的心灵的伸出去 那这个时候 它才有起那个转化的作用 好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28课 它的标题是 首要之物 我要以不同的眼光 来看待万物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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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